诶 男主 怎么了 哦 没有啦 叶医师 刚刚我朋友传讯你跟我说 他做了那个粪便潜血检查 结果是阳性 但是呢 大肠镜检查 又是显示没事 但他就很烦恼 想说这到底后续该怎么办 那我刚好赶快帮他问诊一下 OK 大肠镜 在做粪便潜血检查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机会是有 息肉或肿瘤 但是另外一半呢 他其实也有可能是一些痴疮 或其他原因引起的 因为大肠镜他毕竟还是有 它的死角和极限 所以说我们会特别强调说 第一个你要确认这个大肠镜的品质 特别是有没有清干净 如果说清不干净的话 可能得在三个月的时候 要再重做一次 那再来就是后续 我们可能会在一到两年之后 再继续来做粪便潜血检查 那如果说后续还是有阳性反应 那我们就还是要再来追踪一次大肠镜 那这样子如果粪便潜血检测 如果验出是阴性就代表没事了吗 对于粪便潜血阴性的民众 基本上这些人他有席肉和肿瘤的机会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要提醒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人他做粪便潜血检查 并不是终身保固 有可能在随着后续的时间 他的席肉和肿瘤还是会冒出来 所以说在一到两年后他也是要做一个定期的追踪 那再来我要提醒如果说他本身出现了一些新的症状 包括说他有血变或者是排便习惯改变 再来就是如果他有一些明显的体重减轻 那像这些状况他就不用去等粪便检查结果 而是应该直接到门诊去做评估 那看是不是要直接做大肠镜的检查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也把席肉给切了 那就一劳有力了吗 在席肉切除之后 除了从原来的地方可能会有肉眼看不到 没有切干净的部分它再复发出来 那再来就是您可以想象 今天一个会长席肉的人 他有可能会从大肠的其他地方再长出席肉 那我给各位一个大致的原则就是 如果今天它是一两颗的小席肉切除掉 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大概三到五年左右再追踪 那中间可以再配合一些分辨鲜血的检查 如果是比较大或比较多的细肉 那追踪的时间我们就会做适当的缩短 那如果说今天是特别大或特别多的细肉 有时候我们就会一年做一次追踪 不过整体来说 其实会需要每年去做大肠镜的民众 比例是很低的 总而言之呢 要预防并且面对大肠癌 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而且重点是要定期追踪 今天非常谢谢叶医师 那如果观众朋友有很多 关于大肠筛检相关的资讯 要怎么问你呢 那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 对这方面还有希望了解更多的话 欢迎可以看我的脸书专页还有部落格 那我会在上面定期发表一些更新的医学资讯 好分享谢谢叶医师 我们再会咯 拜拜 谢谢